海关总署决定自9月2号起 恢复台湾地区文旦佑输入 输入大陆文旦佑 需来自获得注册登记的包装厂和果园 国务运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 好解决 9月2日 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发布 关于恢复台湾地区文旦佑输入大陆的通知 因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柑橘类水果中 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等不合格情况 总署自2022年8月3日起 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 包括文旦佑输入大陆 经综合评估台湾果农整改措施 各海关自2024年9月2日起 恢复受理台湾地区文旦佑报关 并依法依规实施检验检疫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9月2日表示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 好解决 我们愿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与岛内相关方面商谈台湾农产品 输入大陆的事项 为台湾同胞 特别是基层民众牟利造福